没有什么事情是啪啪不能解决的 如果有那就来两次 不管是对同性还是异性 对巴诺不原来说 性行为就跟打招呼一样 就算族群之间出现冲突或是摩擦 也是出去来一炮就解决了 而且当他们找到新的食物来源 跟良好的新气地时 第一件事也是来一场大群啪 真的就是开心也啪不开心也啪 整个族群贯彻了 我不是在啪啪 就是在前往啪啪的路上 当美国嬉皮在60年代喊出 make love no war的时候 巴诺不原群体早就身体力行了 Peace